大家好 我是顾俊的 今天这个视频呢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我不要说见过 你连想都没有想过 好吧 遥控器 不是电视的遥控器 当然不是电视遥控器 好吧 也不是电脑的遥控器 也不是相机的遥控器 好吧 是镜头的镜头的遥控器 是我这边这支 涌落的11毫米 F1.8镜头的遥控器 好吧 这个镜头的视频 已经出了有 怎么说也有两个月了吧 好像好吧 那在这个镜头 视频出来的第三天呢 我就拿到了这个遥控器 但是视频一直没有出的原因呢 好吧 可能跟你现在的困惑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的镜头 你的镜头怎么会要遥控器 我觉得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遥控器到底干什么用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直接明了 好吧 这是这支 永诺的11毫米 F1.8的这个遥控器 那首先呢 它可以改变光圈 好吧 让我简单看一下 我有没有改变光圈 现在你看到吗 有在改变光圈 好吧 就光圈变得很小很小很小 然后再 我们再把它 光圈变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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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手都没有碰到镜头 你有看到这个画面的改变吗 是不是感觉 有点那么个厉害 好吧 还有更厉害的 那同时呢 它可以改变它的对焦 我为了录屏给它 我有点舍近求远 好吧 好吧 改变对焦的这个 好吧 你看现在我对焦到很后面 然后我也可以对焦到很前面 然后可以再对焦到很后面 是不是已经感觉越来越厉害了 还有更厉害的 第三个功能 它可以预设一下你的对焦的点 然后进行来回切换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那种滑轨 电动滑轨 就是你可以设定A B点 然后你可以来回切换 接下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越来越厉害了 有没有 对焦A 这个就是对焦 我预设的A 如果我现在没有对上 因为我都手动对焦了 就是好吧 我如果没有对上的话 我前后移动一下 那我接下来切换到背景B了 哎 有没有很厉害 就是我现在是用这个手上的 这个遥控器按的 然后再到A A A我设定是比较近的这个对焦点 好吧 然后切换到B 然后A 然后B 然后A 然后B 然后A 然后B 它不但能切换 而且它自己设定的 还是比较的有那种电影感的 就是真的好像有一个人在操作一样 这就是这个遥控器 平闪是因为我现在的快门的原因 这是B 这是A 这是B 这是A 这是B 好吧 我相信 就是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就是这个效果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把这个相机切换成自动对焦以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跟我都有的困扰 好吧 就是就是首先好吧 首先我们的镜头为什么需要有遥控器这个东西 好吧 谁会花200块钱人民币 当然200块钱也不是价格也不是太离谱了 好吧 但谁会花200块钱买一个就是为什么你要拥有的这个遥控器呢 好吧我们先解答第一个问题 这个遥控器 好吧 虽然售价单买是200块钱 但据我所知好像永乐现在在售 第二个问题好吧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说 哎这一支镜头这11毫米f1点吧紧身没有多深的没有多浅的 就你为什么需要在这支镜头上有个遥控器 好吧 永乐出这个遥控器并不是只在这支镜头上会有 之后呢他会推出什么23啊 33啊 56啊那些f1点几的镜头 好吧 在长焦上面显然有遥控器呢 帮你切换这个焦点呢就会有用很多 你说是不是只是说第一支推出的镜头呢是这支11毫米f1点8 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个人迟迟没有在使用这个遥控器的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谁 谁会需要在索尼镜头上面好不好 索尼机身上面要一个这个遥控器啊 我们不会用自动对焦吗谁买索尼镜头谁买索尼相机不是为了这个的效果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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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但我相信他应该如果他脑子没病的话如果我设置没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对焦在背景上是不是 Fairy他有对焦在背景上吗 好吧 你买索尼相机 你你干嘛啊啊你你干嘛 我有这个疑问我知道你有这个疑问 但是呢我不确定啊就说会不会说 这个永诺之后也会把这套东西弄到其他的系统上 你知道索尼对焦虽好 但是其他的有一些啊对焦就没有那么好 我知道有些朋友说以为以为我在攻击你了 但但我没有我说的是旧旧GH6对不对 其他的那些对焦也是不错的只是我当时不太会设置 好的对焦就是你不用设置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接下来这五分钟都是跟我我跟你抬杠的 好的对焦你知道吗好的对焦我就是不用设置的 我只要打开就算了算了 我们这个已经翻篇了好吧 我已经跟你重新做朋友了好吧 他对焦还行吧 但我们救救GH6吧好吧 那永诺能不能如果出个M43的这种呢 好吧就是让M43的用户也不用更新新的相机 也可以获得差不多的效果 尤其是之后有些什么五十几毫米的 五十几毫米到M43上面就变一百多毫米了 好吧如果你光圈是F1点几 那等效以后也是二点几三点几的 很需要这个遥控器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好吧天色已暗 今天我使用的这个相机效果怎么样好吧 它虽然不是相机我意思是镜头好吧 这个镜头虽然没有遥控器 但是我相信你们也会很感兴趣 只是可惜的是 这个镜头没有一个部分是免费的 它没有一个部分是免费的 而且巨鬼舞弊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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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